各位同学大家好 现在要进行的是统计学系列课程 我们这个单元我们来介绍的是 Cruzco Wallace的检定 什么是Cruzco Wallace的检定呢 让我们来回忆一下 我们在母数的一个检定的 我们教各位同学 叫做Anova的那个过程 Anova就是所谓的变异术分析 它的目的是说 是要去检定多个母体的平均数 但是使用Anova 我们有一些要求的条件 它对于母体来说 它们要求是变异术要相同 那么进行这个多个母体的平均数的检定 而且还要有常态的一些要求 当以上的基本条件 没有办法做到的时候 那么我们的建议使用的是 五母数的技巧 那么也就是说 Cruzco Wallace的检定 它是同时是检定多个母体的 这个地方我们指的是中位数 不是平均数 我们的名字为了要简便起见 我们取的是Cruzco的前面的K 后面的W我们就KW检定 那么各位同学你只要看到了KW检定 那就是我们对应Anova的一个方法 检定多个母体平均数 这不是平均数 记得它是中位数 但是我们就是多个母体的是否来自于同一个母体 这样的讲 就比较简单 那么检定的技巧 跟谁很像呢 跟Wixen Ransom Test 其实是相同的 但是它是延伸到多母体的检定 那么我们来跟这个Anova的这个检定来做一个比较 Anova我们采用的是F的检定 用F值来做 那么这个是Kruzco Wallace的话呢 检定的话呢 它都是多组样本 是否来自于同一个母体的一个目标是相同的 但是最重要的一点 F检定是什么 它的母体的平均数 这个的话的母体参数是什么 中位数 这样的对象不太一样 但是我们的目标是类似的 那也就是说这个Anova跟KW 那同学要记得 这是一个对应的一个检定的方法 那么KW检定啊 我们要怎么去做呢 那么我们现在大概的叙述一下 现在有K组样本 有K组哦 各自有N1N2一直到NK各观察值 那么所有的总观察值是它的总和 我们把它加起来 假设叫做N 好了 那么我们做法是这样做的 第一步 所有的观察值 全部排序 是全部排序哦 是混在一起排序 再过来的话呢 遇到了相同的值 一样 我们要做的是平均 这样子以确保我们的总和 都是不会扩大 也不会缩小 然后呢 各组各组啊 把它的等级的这个和 要把它总和算一下 算完了以后 建立虚无假设跟对立假设 这个虚无假设 这个地方就不是μ1等于μ2 一直到等于μK了 我们是ETA1 ETA2 一直到ETA 这个指的是什么 中位数 那么它的对立假设就是 不全相同 中位数不全相同 那么这边最麻烦的地方 是它的统计量 这个统计量 当然是有理论基础的 它的算法的话来说 看起来还蛮麻烦 但是我们可以把它拿来参考 一下 这个我们就不证明了 再过来最后 这个检定的方法 我们是采用的是 kisquare的方法 注意这是什么 这个是我们的自由度 这个自由度就是 k-1个自由度 就是有k组 那么我们就是k-1 那么我们做完了 这个准备之后 好 那我们就拿一个立体 来做做看 看看怎么样去做一个 kw的检定 好 我们来看看 这是一个 飞弹系统的一个测试 它推进的燃烧效率 记录于下 这是燃烧的效率 这是第一组 第二组资料 第三组资料 那它要我们在 显著水准0.05之下 检定这三个系统 有没有相同的燃烧效率 那么我们把它排在一起 混在一起了 这是第一组 第二组第三组 那么怎么做呢 怎么去检定这三组呢 是不是一样呢 那么首先 先排序 我们把最小最小的数字找出来 我们这边有没有 各位数的 没有 那么两位数的话来说 一开头的 这边1817 这边是17 我们发现的话呢 是16.7是最小 然后再过来 还有没有16的 没有了 那就17了 再看17 这边有点6 这边有点3 我们注意到了 17这边的话来说 有点3的部分 那么我们这边就是 一个是2 一个是3 那我们就是2.5 2.5 再过来就是4 来 1开头的17的 还有没有 有 这边是4 那这边就是5 再过来 17的没有了 那我们就看18了 18来说 18.1 6 这边还有18 18.4 7 18.8 这边还有一个1.8.8 好 18.9 我们注意到 这边有 这边有 这边一个 这边也有一个 所以一个是9 一个是10 那么我们通通写 9.5 18.9没有了 那就看19了 19开头的 我们找最低的 19.1 再来呢 19.3 再过来呢 19.7 这边是19.7 这边还有一个19.8 19.8 有两个 这边我们看一下 19.8 有两个 所以我们要平均一下 19 做完了以后 我们看看 还有没有 1次投的 19的 没有了 那就看2了 20.2 那这边是 16 再过来就是 这边 17 再过来呢 18 再过来 19 我们已经全部排序之后 我们现在 列出了 它的资料数 然后再把它算总和 资料数来说的话呢 这个地方来说 这边是总和是多少 我们算一下 61 这是R1 这个我们算一下 这边 我们加一加 63.5 这边也加一下 14 18 加5 加13 加9.5 加8 加12 我们算出来 R3的话呢 是65.5 这三个加起来 我们直接拿来比 是不合一的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比数不一样 比数不一样 我们其实不能拿来比 那我们要考虑的什么呢 这里一共有几比 这里有五比资料 所以N1是多少 N1是五比 N2有几比 6比 8比 那么现在我们已经相关的资料都已经准备好了 现在就只等的是把我们的统计量列出来了 统计量这看起来蛮麻烦的 这边是12 N N是多少 这边来说 我们是N是19比资料 19加1就是20 这个 Sigma Ri的平方 这个地方来说 各自要除上它的比数 所以这边是五分之 61的平方 第二组是6 有6个N等于6 那它的总和是63.5 我们就63.5的平方 再加上第三组 一共有几笔呢 8笔资料 那么现在是65.5的平方 算完之后 还要再减掉三倍的N加1 N加1的话 一共是N是19比嘛 那就乘上20 就减掉60 来我们计算一下 它这个统计量是多少 1.6586 这个数值不大 这实在说并不是很大 如果说差异很大的话呢 我们倾向于去拒绝 那么我们现在来继续往下做 这个统计量 就是我们的卡方的统计量 所以我们需要去查一个卡方表 那么α是0.05 卡方表叫出来 这边来说 0.05 0.05的话来说 这边是我们的自由度是 K是等于3 K减1 那就是2了 自由度是K减1 5.99 那么这个地方来说 1.6586 比5.99来的 小 够小的话来说 代表什么意思呢 代表是倾向于 不拒绝 也就是说 我们接受什么呢 这里H0指的是 ε1 ε2 ε3 是相等的 那么 拒绝的话来说的话呢 就是 不全相等 所以我们得到的是 结论不显著 也就是说 我们接受了 这个地方 那么我们要写的是 H0是 ε1 ε2 ε3 那么H1是 εi的话呢 不全 相同 既然结论不显著 那么我们就是 代表的是 无法拒绝 H0 也就是说 这三个 怎么样呢 我们看不出来 有什么燃烧效率 不一样的问题 那么这就是我们 KW 减定的一个 很 基本的一个立体 我们这个单元 我们介绍的是 KW的一个 一个检定 那么 它的好处就是说 它不需要 去假设这个资料 是常态分配啊 然后这个来说 五亩数的分析 它是一个属于 五亩数的一个范畴 他们常常是 就用于说 分析这个名目 有序 就是顺序的这个资料 或者是资料分布 我们搞不清楚 它是什么状况 那我们就只好 拿五亩数的分析来做 那么 这个地方来说 KW的减定 那么我们要了解 它跟 这个亩数的分析中的 这个ANOVA 就是所谓的 变异数分析 情况是类似的 那么 有一个事情的话 我们必须要 注意一点 就是KW减定啊 各组的样本 也不要太少 我们好歹来说 也至少要准备个 五笔资料 这样子来说 才能够提高 它的减定力 如果太低的话 来说的话 我们就比较不好 好